东草以山口县与三重县两大事业所为中心,开展业务。 四日市事业所位于三重县四日市,是石油化学业务的主要基地。 由于其地理位置几乎位于日本的正中央,通往关东关西地区的交通极为便利。 非常适合作为产品供应基地。 四日市事业所所在的霞化工基地,是作为该地区第三个化工基地,于1970年诞生。 该化工基地吸取四日市公害污染的教训,采取生活区和工厂区分离的建岛形式,是其一大特征。 东草在霞化工基地扮演着核心角色,与基地内各企业合作的同时,也向其供应石油化学基础原料及电力等。 东草以生产支撑社会基础的通用化工产品和极具高附加值且不受市场波动影响的功能产品为两大基轴展开业务。 四日市事业所在通用化工产品业务领域拥有石脑油裂解装置和电解车间,形成了可以同时生产石油化学产品及氯碱产品的一条龙式生产体制。 石油化学业务的核心是拥有中晶地区唯一的石脑油裂解装置。 从石油中精炼出的石脑油在高温下热解,可提取出石油化学的基础原料。 提取出的乙烯可用于生产、应用容器等所使用的聚乙烯产品。 氯碱业务的关键就是电解车间。 以电解盐提取出的氯和乙烯作为原料,生产用于窗框等的PVC树枝。 除了这些通用化工产品业务外,冬槽还开展用于牙科材料及手表等装饰品的二氧化膏。 以及汽车尾气净化,和在环保领域有需求的合成费时等功能产品业务。 在四日市市业所中,有三个石油化学和聚合物产品相关的研发基地。 分别为功能性聚合物研究所、聚合物研究所及聚安置研究所。 通过聚集这些与聚合物相关的研究所,力求扩展研究开发功能,并提升效率,从而强化技术的协同效应。 此外,为了充实与顾客的联合开发,冬槽引进了客户研究室功能及最新设备,努力实现加速研发和打造新产品。 冬槽本着安全高于一切的基本方针,持续开展综合防灾演习等各种活动。 此外,为了能成为亲近地区及备受信赖的企业,冬槽还积极致力于与地区居民的交流和参与地区活动。 冬槽今后也将与各位地区居民共同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